大家好,这里是Shenix 对于Veta带来双方危机 Revelation二代的游戏开放视频 我们在这期开始之前 我是刚才突然发现这边 有一个特殊设定 有一个服装 我进去后呢 发现这些服装 可以看我们应该是 Claire跟Mora 他们两个人 这些服装可能是因为我预购的时候 送的吗 还是说本身就有 我不太清楚 总之我发现这些角色们 有一些特殊的服装 我所幸的都给他们换上的了 还是看着比较新鲜 这样我们继续 开始我们的第二招 先踏Claire 有一个特殊的服装 好 有一个特殊的服装 Coviddy, how do you know that's one thing they're left out of them? Breathe Coviddy, there's anyone out there! Mama? She's dead! What? 这样第二章,纯思 那边英文的contemplation应该翻译过来就是有纯思的意思 哇,这是什么情况 Is this the place?The Boston?Whatever? Yeah Where life begins Yeah Is that Thompson's? Yeah I'll be examining this Oh no,Gain Gain? Refield You're alive All right Get up Oh God You owe me a pair of murder pens Come on in Huh Maybe he's okay too Oh I knew it was you guys Any regrets? est a 街 Red 案 neither Be on Dooh You Covid 我們在中山中醒了 你怎麼樣? 有些人在監獄中 Gabe Jana已經死了 糟糕 Tonison已經死了 對 但你還沒想到他 你把他的手剪掉了? 有些時候你必須做難的選擇 來吧 我們看看這個建築物 看來我們現在應該是探索區域 沒有看錯的話 外邊好像看到了 酒吧叫Walsic 在這邊看 來到了酒吧 不太清楚他們是為什麼來到這邊會合 不過無所謂了 這個人好像是之前他們有個同伴 總之這個同伴貌似的估計是死掉了 把他的手直接砍了下來 所以我們還是拿到了 掛 如果一位你仍然有機會 就死掉了 OK 我沒有醫院 我沒有醫院 你能把醫院放進去 我可以把醫院放進去 但我們已經被困難了 有些事 被困難了 那被困難了 那被困難了 就放在這裡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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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樣子 應該 其實這個也並不是說完全沒有 之前沒有提啊 總之我們的 剛剛我們的手環之前也說是為了 我們應該是一些被做被做實驗啊 手環也是反映了我們個人那個情況 說好像是紅色的時候 好像是代表我们已经要变异了 在之前的有提到 所以说现在overseer给我们正式的 应该是我们这边的人应该是正式知道了 另外上边这个东西我是看着比较好奇 我去看看 好像好像没有什么用 看着好像跟环境有点不太一样似的 不过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 这样看一下我们可以升级一些东西吗 好像不行 其实刚才我是做的有点不太对 应该我们用我们的mora去探索 因为它的手电筒可以去探到一些隐藏的物品 这样貌似没有 知道我们现在剧情是需要去外边跟我们的一个missi去会合 或者是将在出发之前把酒吧探索一下 这样我们去哪儿呢 像他好像去那边啊 你又是你 yeah get split up on the way here 这样 哎 由于我是在 开花啊 基本上你要往那边走的话 我基本会先往反方向 先把这个地图先探一遍 这样我估计要是没有兴趣的人呢 可以把 可以把视频往前跳一跳吧 我总之呢 我是要去探索一下 刚才我们是 看一下我们好像获得了一个 右耳屏 可以引诱敌人靠近 并在一段时间后爆炸 对敌人造成伤害 这样我们看一下空瓶 然后恶臭化学瓶是什么的 可以制造幼儿屏 我们看一下布料 好像只能造直雪袋啊 由于我们目前的草药是比较多 我觉得先造出来吧 可能 废一个绿草 废了一个绿草药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这边的 来看看我们这边 Mora的物品栏 我觉得是有点 有点紧张 所以说 给他去 让他多 腾出一点地方来吧 这样还好这边没有白了啊 得到了一个牌子 这样知道可以去上楼 楼上有什么呢 小手 这个应该是我们 Barry跟 我们 我们的另外一个小女孩叫 Nathalia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用Nathalia 估计 这也是比较有意思啊 现在根据剧情 根据上上一次剧情啊 Nathalia说我们的Mora已经死了 应该是我们现在可能是在玩 我们时间线 应该是在 等于是在一个过去的时间线 然后呢 我们可能会 哇 这么多的材料 我发现好像是各种不同的瓶子比较多啊 因为是我们在一个可能是玩的过去的时间线吧 不是比较 这个东西是可以照的吗 嗯 好像是啊 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是跑到了这一边 这边可以走吗 好像不行啊 这边好像是前进道路啊 这样估计我们先不走了 我估计呢 这个房间探索过了 我们沿着边缘吧 沿着边缘去探索一下 手枪弹药 先我们先拿着吧 这什么东西 转孔机 我还听着转孔机是指的是什么 总之好像是一个物品 目前是没有 这个可以破坏吗 好像不行 因为我目前没有得到 所以说暂时先不许理它了 哇 这里好多的物品啊 这边有一个牌子啊 像之前我们应该是沿着地图的边缘探索一圈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很长的通道 还要现在我们有地图 上面好像是可以跳的啊 咱们先把这个开着吧 哇 究竟是哪里呢 这边 这个开锁究竟怎么开我也是不太不太清楚 总之我基本是就是先去找到红的地方 然后把所有红的地方的大概一个方向记下来 然后去 没有没有红色地方的基本就是我们可行的一些开锁方向 还是不太不太明白有没有一个更加好的 这个开锁的方法 可能是还没有找到诀窍吧 不过 这个应该并不是特别的 特别的要命啊 因为目前 我还没有见到一个好像是需要你现实去开锁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就算麻烦点 我们多试两次也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可以去海里面吗 好像不行啊 我觉得五代 我刚刚说呢 我记得五代好像是类似于有一个可以下水啊 有些水里边也是有一些宝石什么的 还好我是看了一眼 得到了一个红宝石 这样 我正式的通知大家 我好像已经迷路了 我们刚才是这么走的吧 好像是这么走的 这样这个房间呢 这个房子 这个也是 钻孔机啊 需要 我们刚才应该是从这边来的 然后从这个房子估计是绕了一圈 好像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进入到这个建筑物内部呢 好像是这边 从另外边锁住了 我看这个样子我们好像进不去可能这边有个小洞 我估计等我们玩 而巴瑞片的时候应该是让我们叫纳塔利亚应该是能进去 这样这个房间是需要钻孔机我们也没法进入 这些房间都进不去吗 这边过不去吗 好像也过不去啊 这地方我们应该来过吧 把前边这边是一个需要钻孔机的一个情况 像这边我应该是来过了啊 这个房间进不去 帽子好像都是进不去啊 我们看一下9898这边好像是还没有探索过 这个可以上去吗 好像可以上去啊 看来这边是一个新的地方 感觉得到了好多的手机那样 是35发一个零件 可以合成什么东西吗 可以合成右耳屏啊 就合一个吧 嗯 又被锁住了 一个红色扫药 我们现在应该是可以合成的吧 我们可以合啊 这样这个房间是锁住的 我们先一会再过来 先去这边看一看 这个门可以开开吗 房间开不开 让这边呢 我好多的 蓝宝石500 哎 刚才刚才他是偷偷的出来在看我们 好像是等不及了似的啊 好像我们是可以 好像克莱尔可以把我们推上去啊 这样好是这边先把门 声不声音 哎 好像这边有东西啊 我怎么听见 哇 不好 真是死掉了 这个怪物啊 这个怪物啊 我们可以看 我刚才是一直在打他的胸部 就是这个好像 可以看他胸部好像是被缝起来啊 总之是比较红的那一块 是不太清楚的 他的软在那 因为脑袋可以看 肯定是 由于是一个 有点像寄静令 这个铁三角头啊 应该是 肯定是打 打他是不掉血的 你毕竟是一个 因为他是怎么 从上面跳下来的吗 这人是怎么过来的 我都不太清楚 可是这只怪的弱点部位在哪里 我是不太清楚 我就先暂时打凶了 这样 这是什么 电池 但是我们的窝盆 哪满了 又一个窝盆 这是什么 扩充背包 摸在哪 像我们是 哇 好像是变成了两格的一个物品栏啊 总之是两行 这样我看 克莱尔这边还有一行是 就是空的 我不太清楚 他可不可以获得一个新的物品栏 摸在我估计这边就是满了 因为可以看 下面是已经没有新的东西 可以再去扩充了 不太清楚 不过还好 像这边是获得一个电池 电池 我猜应该是一个物品 应该是一个任务品啊 这样我们这边是走 哎 这边好像有梯子啊 我知道后边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探索 我们先去 进去探索的梯子吧 离我们比较近 这边可以上去吗 嗯 嗯 我不太清楚啊 看这个梯子可以看是要推下来 我猜呢 可能是我们需要 这么走 这是去哪里呢 我猜可能是我们到后期啊 可能是这么多过来 可能是跑到就是往回走 可能到后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梯子推出来 然后形成一个类似于捷径 我估计目前可能是推不下来啊 这个梯子 应该是踢下来吧 我估计是不太可行 所以说这个梯子 我能暂时先不去管它了 这边 这边看着比较新啊 我们能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后边 我听的是我目前面朝的一个方向 好像是有人的声音啊 这里究竟在哪里 是我听错了吗 还是什么 好奇怪啊 不太清楚了 不过这边我们浪费的时间已经是比较多了 我估计暂时先去不理它了 这边 又有绿色草药 又一个火药粉 应该是又可以合东西了吧 合一个炸药瓶 再合一个吧 这样有一个零件盒 不好意思啊 毕竟是一个开放 我也是规划的不太好 好我估计我先去把这零件盒给安上吧 我们的 我们的克莱尔斯是在哪里 弹量等级加一 这样估计给散弹枪应该是不错的 应该是能加多装填一发 虽然是只装填了一发 但是由于这个散弹枪 算是一个爆发型武器 我觉得多一发的话 很有可能是直接一轮射击 可以把敌人打死 还算是不错的 我没有恩义啊 天呐 算了 回去的时候 还是现在就看吧 我想看看这边有没有隐藏的东西 好像是没有 这边呢 怎么好像是去过了 好像找到电池和燃料 我们已经有电池了 现在 哇 这么靠边上 又一个零件 这样我估计 这个建筑比较醒目啊 我估计可能就是在 其实刚才我觉得我们探险应该是没有 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们需要找的电池和 一个绿色草药 和叫什么 FU就是 燃料啊 这两个东西 应该就在我们刚才的 大家探险过的村庄里 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是 只需要回去再去找一找 刚才可能是没有 可能是需要 之前可以看是有一个 好像有两个地区吧 需要我们的 这个我们怎么有 这地方我没有来过吗 我好多东西啊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 我已经有点有点紧张了 或者说是游戏给我们这么多东西 我过一会肯定有不是boss战 就是有很很激烈的战斗之类 可以看我们现在的光是一些投资物品什么的 就已经是很多很多了 然后又获得了两个升级的升级的零件 我们先回去吧 这个地方好像是我们需要从这门的另外一边才能进去 什么声音 应该是有敌人啊 我目前先去先去升级 伤害等级2 速射等级2 这样伤害等级给他换上 快速装填等级跟速射等级 觉得速射等级没有什么用啊 这边呢 可以装两个吗 好像不行啊 这样二级的给你装上 然后伤害等级给你装上 速射等级这边的散弹枪 我觉得装填跟速射 这边是速射啊 1.13 我要是把这个换上呢 会换成1.27 我觉得变化不大 毕竟是散弹枪我觉得我个人更喜欢让他装填快些 像基本上这个样子吧 速射可能是有点浪费啊 不过无所谓啊 这边 这边是哪里呢 那好像是我们的屋后啊 屋后可以过去吗 还清楚啊 好像我们地图上 好像我们地图上 哎 哎 这是之前我是看了我们上一期的视频啊 其中在结尾处我们的克里尔跟莫拉两个人也是做出了这么一个配合 我觉得非常的非常高效啊 由于是莫拉不能 是啊 这样我们怎么办呢 需要一个钻孔机啊 我发现了莫拉是敌人出大硬直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能不能发动体数的 但是呢 可爱尔可以 莫拉也是可以 哇 可以对倒地的敌人进行用他的这个大棍棒吗 好 现在游戏是有换了一个服装变成50刀了 好像没有用50刀啊 凭空的出来一个大棍棒还是 可以用他的棍棒对倒地的敌人进行一个追击 这样 这个房间应该是好像有一个小洞 哎 你是哪来的 你先上吧 好吧 你先上吧 我给你打的灯 你不上 你不上我上 这是 这是死人吧 这是死人吗 哎 我好像是一把冲锅酱 我不太清楚啊 我在这边可以开始有一个日记 能看我 点左键应该是我们的肉搏键 直接变成了看日记 这样我猜应该这个人应该是死掉的 但我不确定 我们把枪挤起来的话 他还是死的 这没有事了 这是什么 吓我一跳 刚才这个视角 我以为是一个手呢 吓死我了 一个蓝宝石 我猜这个房间应该是没有什么吧 这样大家不用担心 日记我还是会看的 我只想先把这个房间先探索完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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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还没有人家 在这个房间 有一点 你只想要是什么 有什么东西 我还能给你 我最后一面 我会想到你 你再有些东西 你能够找到你 在这个房间 你需要一点点 你需要一点点 我可以看你 你拿到你 你拿到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